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湾国科会主委吴成文,月前举行了其上任后的首次发言,他淡化了对于台湾技术流入海外的担忧,并提到了正在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多地建立工厂的台积电。 当台积电承诺向海外提供先进的制造技术时,他仍然在台湾先行建设。 其相信,作为台湾最重要的公司,台积电在向海外扩张的过程中将能够保护其专有的先进技术。 他对于台积电在海外营运的同时,也对其最先进技术保密的能力表示有信心。 他还希望台积电能够保留其在台湾的主要研发职能,并在向海外扩张的同时遵守相关规定。 彭博社报道指出,自大流行扰乱晶片供应以来,世界各国已将确保半导体的可靠来源作为优先事项。 半导体用于会从余刮器、医疗设备到人工智慧开发等各种设备提供动力,各国一直在寻求确保本国境内的晶片制造。 因此,世界各地都在同台湾加强联系,或为了确保供应,或为了吸引投资。 而国科会是台湾负责科学事务的机构,被认为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吴承文则是曾在美国留学的晶片领域专家。 据报道,国科会已经与美国、德国、法国和加拿大签订了双方之间的科技合作协议。 而吴承文则称,他计划继续与友好国家一起合作。 此外,他还希望台湾也能利用其技术来促进台湾各种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由于能源是台湾的一个关键问题,国科会将支持开发更高效的电源晶片。 这将是建立一个更加可持续发展产业的关键。 作为拜登经济学Bitnomics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发放数十亿美元的补贴和税收减免, 将就业岗位带回美国,尤其是在半导体等高科技制造业。 2020年,台积电承诺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投资120亿美元建厂, 目标是到2024年底在美国本土生产高阶半导体。 此后,台积电更是加码, 宣布将原计划的120亿美元投资额增加两倍以上, 达400亿美元其在凤凰城建造的两座工厂, 分别计划于2024年和2026年投资生产4奈米和3奈米晶片。 据报道, 这不仅是台积电在台湾以外的最大投资项目, 同时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境外直接投资之一。 然而, 去年7月, 台积电时任董事长刘德因在第二季度财报会议上表示, 该年的销售额可能下降10%, 计划中的亚利桑那州工厂将无法实现明年开始量产的目标。 刘德因还称, 由于美国当地熟练工人短缺, 公司可能不得不从台湾临时调入有经验的基础人员, 这将使第一家工厂开始量产的时间推迟到2025年。 此前, 台积电已宣布在美国和日本建厂, 此后又传出了台积电决定将在德国德勒斯登建厂的消息。 金融时报援引分析人士指出, 台积电在每个不同的新地点建厂, 所遇到的挑战都会不同。 据彭博社5月下旬, 原因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 由美国官员就中国攻台的后果, 私下向荷兰和台湾官员表达担忧。 台积电是ASML的重要客户, 世界上最先进的晶片, 约有90%产次台湾。 要求一旦中国进攻台湾, ASML和台积电有能力瘫痪制造晶片的机器。 对此, 曝光机制造商ASML向荷兰官员保证, 可以远程瘫痪, remotely disabled相应机器, 包括最先进的极紫外曝光机UV。 两位不愿具名的消息人士称, 台湾生产了全球绝大多数的先进晶片, 因此,美国政府私下向荷兰及台湾官员表达了对台海冲突的忧虑。 另两名消息人士称, 荷兰政府与ASML就这一问题进行商讨时, ASML向官员保证, 该公司有能力远距停止机器运作, 他们已就可能发生的战事进行模拟, 以便妥善评估风险。 根据去年12月的公告, 刘德因将不参与下届台积电董事提名, 并已于2024年6月的股东大会后退休。 台积电副董事长, 总裁魏哲嘉接任下届董事长, 成为台积电第三任董事长。 当投资者问台积电如何看待华为在晶圆代工的竞争, 刘德因表示, 台积电着重视自己发展的速度够不够快, 台积电永远有竞争对手, 至于华为会不会超越台积电? 本来他想请魏哲嘉回答, 后来就直接说, 总裁也不用回答了, 因为根本不可能追上来。 台积电之所以如此回应, 就需要了解到起早前举行的TSMC技术会议上, 台积电透露, 今年晚些时候开始大批量生产其N3P制造工艺, 预计到2025年, 台积电将量产N2P、 N4C技术, 而N4C延续了N4P技术, 精力成本降低, 高达8.5%, 且采用门槛低, 预计到2026年, 台积电将量产TSMC A16工艺1.6nm制程晶片, 而A16将结合台积电的超级电轨构架与纳米片电晶体, 相较于N2P制成, A16晶片密度提升高达1.10倍, 在相同工作低压下, 速度增快8%至10%, 在相同速度下, 功耗降低15%至20%。 这些最先进的晶片技术, 未来会被应用至AI领域, 对此刘德一还指出, 目前看AI需求比一年前乐观, 但台积电部打算改变商业模式, 不和客户竞争, 且不打算投入AI服务。 而谈到台积电客户BMD回答的最新产品是否影响公司关系, 刘德一笑称, 不要破坏他们和所有客户的关系。 魏哲家随后回应称, 两家公司跟他们关系都非常良好, 他们都跟他们共同成长。 刘德一强调, 台积电目前股票增长势头比较良好, 由于资本支出相当庞大, 因此, 公司的考量是剩余再配息给股东, 并没有实施股票回购的计划。 当问及美国总统大选是否影响台积电投资, 刘德一回应称, 美国大选不确定因素高, 他们跟随美国政府持续合作, 不过美国政府晶片法案是两党共识, 不觉得会消失。 谈到美国建厂成本高昂问题, 刘德一称, 美国建厂成本势必比台湾高, 但台积电在美国建厂的成本都比其他人还低, 且现在全球破碎化的发展必然趋势, 因此台积电不得不赴美建厂, 因此建厂需要学习曲线时间。 台积电赴美建厂只是发展得比较早, 在当地建厂也需要学习, 就跟台积电当初在30年前建立第一座8英寸或12英寸晶圆厂一样, 这需要学习曲线时间。 台积电还预估, 到2030年, 全球半导体和代工市场将达到1兆美元, 预计2024年, 包括记忆体晶片在内的半导体业务将达到6500亿美元, 专业代工业务将达到1500亿美元。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用户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用户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感谢您的观看,